昨天晚间在新竹市的明湖路金团枪响 民众在住家听到这争吵声 持手机录影 经见这群黑衣员不断朝一个方向开枪 疑似与对方发生纠纷 才引爆这起冲突 画面中您可以看到 身穿着灰色上衣男子不断开枪 连车上下来的黑衣男手上也有枪 而警方接获报案赶到现场 这群员已经逃逸无踪 地上留下大量的震报塑胶弹 详细发生原因警方还在进一步追查 我是李一璇 主播工作对我来说 是一秒都不能松懈的战场 张汉弄社会大众关心的议题清楚传达出来 更要求自己先是一名认真的记者 才是对观众负责的主播 更多新闻请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并开启小铃铛哦